林宜中由内政部议政署长林果颖 南兜地方法院院长涂一斗分任尖叫人与监视人 37位新任联任议员 首先推险连续担任七届的议员庄文斌 担任临时主席 随后一同宣誓就职 并进行议长副议长选举 经过37位议员 一唱名选举后马上进行开票 由议会人员陈希武担任议长 副议长选举的主任委员 经过开票结果 由原的议长横胜丰 与28票过半数高票当选 会长表示 感谢所有议员的支持 未来为了南兜县所有宪明的福祉 将与县任县长林明珍密切合作 那府会更和谐 为民众创造更多的利益 首先要感谢我们南兜县 我们37位议员 这一次再有机会让我 来认议我们 我们罗县第18届的议长 在这里秀称我要感谢各位议员 对新疯的听声 这次我们当然这次 521升级到现在 当然我们很多官司 双计不管国民党或民进党 都有很大的变化 但是呢 我们老板要是在我们国民党的团队 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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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应该为了我们南兜 国民党的团队 五十几万的我们这四大八成的福利 这13兄弟都要有一些官公的特色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好好来感动 也好好来配合 让我们南兜的团队 可以过去更好的生活 议长选举后 马上进行副委员的选举 经过所有议员指示的签选后 随即进行开票 而原论副委长庞玉琴 以二十九票获选年任 庞副委长表示 将秉持以往的精神 来服务所有议员及泄民 我也在兵市中以前过去 带大家的议员来做服务 相信说在我们何议长的代理念事 我也会全心全意 来配合我们何议长 来跟我们这些议员做服务 相信会把我们这些议员 改我们的头部所在 我们绝对的全意以赴 时刻良人随即进行宣誓就职 新年议长何胜丰 副委长潘玉琴 由林署长担任尖交人 在重能祝福下顺利年任议长 副委长会后何议长指示的议员 云县议会门口合影留念 见证第十八届议会的新业